2020全国咖啡烘焙赛结果出炉 今年比赛是国庆香办理全国咖啡烘焙赛以来 第一次游在地咖啡业者得到冠军的荣誉 也显示近年来国庆精品咖啡的推广 以达全国水准 对此先议员陈宇军除了肯定公所办理全国咖啡烘焙赛 让全国好手来到国庆提升国庆咖啡的能见度之外 同时也希望未来农粮署、县府农业处等单位 能够持续来补助办理这个活动 帮助地方产业的行销 让全国的朋友都能够来到我们国庆 那这一次我们也很开心 就是第一名第二名都是由我们国庆的咖啡农 他们来获得 那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这咖啡的饮品 现在已经是国际性的一个饮品 那这一次的评审很多都是年轻人 那包括我们得奖的很多也都是年轻人 所以我们更可以感受到 就是越在地是越国际 越年轻就是越有创意 那未来我们也期许 就是这个农粮署继续支持 农业处继续支持 让我们的国庆咖啡能够在国际上发光 先远林芳瑜表示 今年冠雅君留在国庆乡 感到非常的开心 也表示国庆精品咖啡的技术已达到全国的水准 也非常感谢所有农民的努力 不断精进咖啡的技术 才能够让南投咖啡产业打出知名度 我们今年的冠雅君都能够留在我们国庆乡 更是感到非常的欣慰 代表了我们国庆乡的咖啡以及烘焙技术是相当的棒的 其实在我们国内的咖啡洞可以说是品质相当的优良 能够享用在地的咖啡 可以说在咖啡产业上值得我们推广的这一个地方 再次感谢大家的努力 让我们能够提升在地产业的能见度 副委员潘亦全恭喜今年获得冠雅君的两位国庆咖啡业者 也期许未来他们能够再接再历 让咖啡技术能够更加精进 进而能够帮助国庆咖啡产业提升能见度 记者程伟一国庆乡采访报道